香港首语来自龙声这个名字的缘起 是我们一帮龙人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起 我们龙人在见听世界是小众 我们的文化和见听人很不同 有时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外星人一样 当时有一个朋友想起 书名叫做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另外有一部韩剧 叫做来自猩猩的你 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很属于香港这个见听的世界 就好像是外面来的一样 把外星的概念和龙人的概念放在一起 就叫做龙声了 另外因为香港首语是属于我们的语言 整个频道就叫做香港首语来自龙声 其中一个我们仍然遇到很大的困难 就是搭地铁 因为我们听不到嘟嘟声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关门 另一个困难就是读书的方面 因为我们读书要请首语全译 但很多学校大专院校就会觉得 给钱请译者太贵了 我们改用其他方法给科技的支援 例如是FM机 或者现在有一些软件可以将语音转文字 其实这些都不是我帮到我 因为我是龙人 FM机就不适合我 那些软件转出来的文字 我也会看的 但看完都不知道讲什么 因为他们认广东话认得不太准 根本都看不明白 我们从小到大都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 都已经觉得有点厌倦 我们看到父母的经历是这样 我们自己是这样 就不希望下一代都仍然会是这样 我们知道上一代过得苦 我们这一代都是 希望将来的情况会改善 那就靠现在的年轻人了 我们希望可以让年轻人明白 我们龙人有自己的语言 亦都有自己的文化 例如当我们想赞人的时候 见听人就会鼓掌拍手 但我们龙人听不到 就会用这个手语去表达 我们会用这些例子 去让年轻人知道我们的文化 另外也想教他们一些 简单生活上会用到的生字 将来如果他们遇到龙人 需要沟通 就会想起自己在计划 学过这些手语 就可以跟他们沟通到 做到交流 又或者之前在活动遇过一个情况 学生第一次见到龙人 很好奇又好像有点紧张 想问问题又不知道怎么问 可能因为他们不知道 其实有手语的译者在 可以用口语问问题 我说完他们才愿蒙初醒 我们由这件事可以看到 学生对于龙人的认知 仍然不足够 我们要加强推广 工作坊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给到学生和我们一起交流 我们可以展示自己龙人的身份 去和学生做分享 之后他们也可以和家人和朋友 和学分享 继续传开去 我觉得这样很好 我记得有一个学生问我 你平时早上是怎么起床的呢 我就和他再分享多一点 关于平日我们用震动闹钟的情况 之后那些学生就发明了一个 附带震动闹钟的枕头 可以叫龙人起床 我觉得很好 他们会尝试去想 如何做一些东西 可以帮助到龙人的日常生活 我们可以加插多一个环节 可能用大约十分钟 去做一些基本的手语 例如简单地介绍自己 打招呼 我猜他们也会有兴趣学 另外也可以让他们知道 手语也是一种语言 我希望他们可以 实实在在地接触龙人 好像如果由我们单方面去说 他们听完就觉得 我龙人啊 我知道啦 我不想是这样 我希望他们可以 亲身和龙人去交流 切身处地地 明白龙人的困难 在外国有一个概念 叫做Death Gain 龙获得 这个理论说的是 是因为先有我们龙人 然后才衍生出不同的产物 例如有听力学家 手语译者 社工 医生等等 希望将来有机会 我们可以在工作坊 再深入解释这个概念 我们希望工作坊 可以宣扬共用这个理念 不只是说一个好听的口号 而是大家要切切实实地执行 我们要聚在一起 互相认识 知道对方的文化 语言和自己不同 但仍然可以互相尊重 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点击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